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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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接下來講的是穆罕默德的言行思想 這個也是大概從聖訓來的資料要比從古蘭經來的多 而第一次演中穆罕默德什麼樣的形象 我們前面有說過他的品性的問題 這一本阿巴斯說 聖人非常謙虛好學在齋月 現在台灣才剛過完開齋節 在過開齋節 哲不利勒就是吉普利勒一樣的翻譯 相悟時謙虛好學 吉普利勒在齋月的每個晚上都同聖人相會 向他傳授古蘭經 聖人的善行的泉源比他驅得雲與風和多 所以總而言之另外一個人說 他們中間最優秀的人應該是最具有高尚清超的人 這高尚的上子打錯了 阿依莎說 就是聖人的太太 說聖人兩件事情若選擇其一 只要不要造罪則選擇其較容易的 若會造成罪惡則要遠離他 聖人不為自己報仇 誰要是踐踏真主的尊嚴 則認定為真主報仇 所以聖人從不褒貶食物 秤心則食不秤心則不食 所以穆罕默德絕對不會作為食品家 這家四顆星那家三顆星不會的 那這個馬力克說 聖人身材適中不高不低 皮膚裡透紅 不是白色也不是純黃色 頭髮不卷曲也不硬直 四十歲時候被聖主拆派為聖 他在麥迪納居留十年 在麥迪納居留十年 所以有麥迪納時期的穆罕默德 跟麥迪納時期的穆罕默德各十年 然後六十歲後歸真 臨終的時候他頭髮和褲子都白淨不到二十根 強調他的身體不錯 六十歲歸真 我現在六十二十歲 白骨子超過二十根 不一樣 超過又怎樣 德性沒辦法超過人家 麥迪納居首次降臨穆罕默德 阿依莎說 麥迪納居降臨就是他被爆 是有如鈴聲 各位記不記得蘇格拉底也說 有時候我會聽到一點聲音也像鈴聲 所以這些人都可能 從現在有點幻聽的那個 或者 當然這傳統的解釋是他們是特異人才 所以會聽到我們一般人聽不到的聲音 但是 所以這不同的解釋 聽到鈴聲對我最困難 但困難一過我便記住了末世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有這些特殊才能 千萬不要太小看他 天心有時候會畫成人形跟我講話 他會記住 雖然他是文盲 而我曾經見到末世在聖寒之日降臨聖人 天先離開他的時候他的額頭還冒汗 表示消耗很多能量 或者很緊張 都有可能 看流汗有什麼意思 另外呢他說聖人降臨死於真夢 就是他做夢的時候先到夢裡面來的 這夢也一直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不只是文學研究 我有一陣子很短的一陣子 希望研究夢的社會學 夢大部分都是什麼心理分析啊什麼的 那這夢到底有什麼社會學的意義 尤其夢裡面的故事的人際關係等等 他說因為懼怕 所以到海地策跟前就是賀地策 這不同的翻譯 說趕快蓋上趕快蓋上 這是他開發第一次 後來說因為你們要慈敏 安拉伯為難你 你要慈敏親友幫助軟弱無力者 關心窮人為人們消除災難階級旅人 這也不是太高的要求 因為他平常也有這樣做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他這樣做 才被簡選為聖人 好這個海地策就是賀地策翻譯的問題 他呢也就是說 這是真主將給穆聖的教義 因為你在傳教之時我仍然年輕力壯 可是沒有 所以後來他就去世 瓦拉格去世以後末世有中斷一陣 好這裡面有不同的說法 我特別這個寫出來 所以西方的研究者呢認為 穆罕默的末世發生在他和第一任妻子結婚的最後幾年 以後婚姻中沒有末世出現 他認為這是一件奇怪的事 那為什麼只有一任太太 這太太又年紀比較大 所以這是西方研究者的一個發現 瓦拉格呢說見證穆罕默的真實性 在釋迦牟尼的故事裡面有阿斯托先人 孔子故事有孟希子 耶穌誕誕生故事有東方三博士 這都是故事裡面會有的見證人 這有雷同之處 那還有人認為這是一描述 穆罕默的師父的癲肩 他就癲肩 癲肩 對這種反對這種意見人認為 癲肩的人 癲肩症的人不會在癲肩發作的時候 還有意識到末世的內容 不過這個人就是這個人 Worrell Worrell根據當時精神醫師的意見 當時是至少1928年 認為在癲肩發作之前是有意念的 癲肩發作之後會呈現夢般的回憶 以後在意識跟理性完全恢復之後 才會變得更加有理 所以呢這個西方學者 Worrell顯然認為 為穆罕默都有癲肩的可能性極高 在強烈發作以後 想成是天使要這樣默示給他 這很多宗教的故事 很多其他的科學的人士 都嘗試從科學來解釋 但宗教人士對這個科學解釋 並不以為來 那同理 科學人士都覺得 你這宗教人士 明明是一個科學現象 你一定要從宗教去解釋 所以科學跟宗教 有時候就是雞同鴨講 順便我也說明一下 我們講這堂課 主要的不在於宣揚迷信 就告訴你說 這些人相信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這樣的 你可以根據你的理智 根據你的宗教立場來判斷 好 那這個說 穆聖說行經的女人 跟無大經的人 根本不能讀天經 就是你要讀古蘭經 你得好好洗手 如果也是難的 不能說上完廁所沒洗手 就來翻古蘭經 那如果你是女的 你那時候在月經期間 你不能讀古蘭經 這當然現在對我們來看 是有一點 洗手看古蘭經 我可以理解 因為當時書很少 怕你污染的書 那也是一個尊敬 但是女人在月經的時候 不能讀古蘭經這一點 我想這個是一個 要怎麼說 大經跟小的 是沐浴的意思 就是 活教後來都叫齋戒沐浴 其實原來 中國人只有沐浴 沒有齋戒 沒有特別要講的 所以呢 我以前買古蘭經的時候 到那回教文化清真寺 在更新文教對面的一個巷子裡面 從外面看不出來 它在裡面 那個阿虹就跟我說 你讀古蘭經之前 古蘭經之前 你得洗手 你還得把古蘭經放在最高的地方 它有這樣的要求 好 那這個 伊斯蘭教有所謂的武功 五種功 例行拜功 要朝那方 繳納天克 拜功要五次 繳納天克 好像也是十一奉獻的意思 它要朝緊天防 你這一生要去賣家 天防去朝聖一次 還封拉馬代的齋 就是要守齋月 齋月是一個月 是回教的立法 最近開齋節 所以這是回教 伊斯蘭教的武功 五種 那這邊有講 這武功是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例行拜功 出納天克 朝緊封拉馬代之齋 所以幾乎都是這樣 他說 真主說 你們要面向太陽升 和太陽落的方向 並不為真善 只有歸信真主 末日天仙經典 這是說你要信的 真主末日天仙經典 烈勝的異行 以愛真主之心 在經濟上支柱 親屬孤兒 窮人旅客 乞討者 和使奴隸得到解放的功行 極力敗功 十天克 終是約 支柱 瀕臨 貧困 無能為力 近千病痛 患難者 跟敵人盛戰的時候 要忍耐持久的功行 就是你的work 好的行為 實屬真善 所以你要做這個 包括你要打聖戰 聖戰 這與敵人聖戰 是要堅忍持久 當然聖戰現在變成是 伊斯蘭教的一個 大家對伊斯蘭教的一個 強烈的印象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人說聖戰原來的意思 不是那個 聖戰原來的意思 就是說你要勤奮著工作的意思 而已 後來變成戰爭 因為你被欺負了 所以你要報復 有人是這樣解釋 當然在西方的立場裡面 聖戰就是恐怖分子的戒指 所以這兩個的那個 那個誤解就更深 這很可惜的事情 好 那這也是一樣翻譯的問題 不同的書翻譯不一樣 吉布地的天使跟孟阿牧的對話 那人又問到 你把正信告訴我吧 穆森說 正信就是你要信仰真主天使 天經聖人後世 以及並信仰霍福都是前定 霍福都是前定這點是 新教改革以後 在伊斯蘭教後很後面 大概十六七世紀以後 就大概一千年以後 新教才出現了一個叫前定論 就是特別是加爾文教派 或加爾文中才有一個前定論 因為這前定呢 就是人的善行或將來會不會變成 會不會升天堂 是你在誕生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 這不是靠你這輩子行善可以得到的東西 那你是註定要上天堂 你這輩子行為會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樣的 你一定會做好事 但是做好事的人不一定上天堂 上天堂的人一定做好事 你聽懂了嗎 這是前定論 所以前定論呢 其實在伊斯蘭教裡面早一百年就有 早一千年不是一百年 好另外他說你告訴我大縣 什麼時候大縣會來臨 牧生說被問的人並不比問的人要清楚 耶穌好像也講過類似的話 那人說你把世界末日特徵告訴我吧 還把你告訴我什麼時候世界末日什麼特徵 然後牧生就說了 悲切產生主人 光腳裸體赤平牧羊的人 靜在著建築高樓大上 這便是世界修壞的欲照 各位知不知道杜拜塔呀 杜拜家很有錢啊 所以他們要蓋一個人工島 蓋磡船大酒店最豪華的 然後要蓋杜拜塔 全世界最高的塔 我們101曾經有短暫時間 是全世界最高的對不對 然後就被超越了 然後超越101那麼久又被超越了 現在好像最高的事就是杜拜塔 好像還有人在蓋更高 所以你看建築的高樓 靜曬的建築高樓大廈 日本是天空樹對不對 那它已經不宣稱最高了 那時候說天空樹要變成一個住宅區 所以它的住宅要往垂直發展 所以上面也有樹有什麼也有住宅 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然後潛定 潛定是什麼呢 阿丹說阿丹就是亞當 說我幹的事情真主在造我40年前 就把我註定好 所以我們好像在演 如果是這樣 我們好像只是按照別人的企圖在造 別人造一個一定好的事情 難道你還一次指責我嗎 結果阿丹就把穆薩裹倒了 穆薩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潛定的簡單的呢 這邊有前面有稍微長的解釋 教學方法 因爲這因子打錯了 因爲要讓對方了解 所以講三遍 這不是現在流行的話嗎 你看孔子說講兩遍就好了 再思可以 艾奈斯傳述 穆薩說一句話的時候 說一句話的時候 這個原來打錯了就要寫原物 你不能把它改過來 我假如沒有打這個原物 那就是我寫打錯的 所以我常常講這個字我打錯 這個字我打錯 這個不是我打錯 這原來就弄錯了 所以要寫原物 講一句話之後 重複三遍 以便大家了解他的話 每次到群眾裡去 他還比給他們助安三次 以前 講話也沒有麥克風 在很空曠的地方 你可能講第一遍的時候 前派人聽到 後派人沒聽到 所以要講三次 中國的一個不古書 叫墨子 墨子常常三篇講一樣的東西 就有人覺得奇怪 為什麼墨子三篇要講一樣的東西 說因為對不同的人講 這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或者講三次 所以你要給人方便 不要給人困難 要給人報喜訊 不要給人恐怖 我想要給人報喜訊 不要給人恐怖 講的大也就捏天使 來報他 嚇死人 好 這個完美的信仰是什麼呢 瑪麗克兒子說 你們每一個人愛我 甚於愛自己的父親 兒子跟所有人 這樣你們才算有完美的信仰 這句話跟耶穌講的差不多的話 你們如果愛我不超過你們的父母 就不算什麼 你們一定要愛我超過你們的父母 這句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上次我們也說過 在科普帝文裡面 那個好像是相反的意思 但是聖經裡面現在還是這樣講 所以這句話跟聖經講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略 就是你要把真主愛的 超越到你的父母親之上 所以現在有些師父 也都是這樣的 你要愛師父 你家人算什麼 很多愛師父超過愛家人 儒家是不強調這個 儒家認為你如果不能愛你家人 至少也不能愛你師父 所以這是不太一樣的立場 又說你們任何人不算是信仕 除非你把所愛的施與同胞 所以這裡就不是只有愛真主而已 還愛同胞 愛自己同胞是很重要的事情 又說誰具備了三種美德 就得到信仰的美味 第一個你要愛主 愛聖人 主就是安拉 超乎任何人之上 所以這跟前面那句話的呼應 只為真主愛人 厭惡叛教 猶如厭惡被人投入 火欲一般 所以叛教是不應該的 在這裡說 不侵害大眾生命財產的人 才是真信仕 如果你說聖在 那如果你看不侵害大眾生命財產 你怎麼聖在殺了無辜的人呢 這就不是信仕 我真的是我伊斯蘭教徒 就不應該這樣 所以有時候宗教內部 有很多相矛盾的話語 就看你要選擇什麼 像我覺得這樣的是一個比較 至少我比較能接受 一個人問穆瑟說 伊斯蘭教認為什麼是最上的功德 穆瑟說 救濟窮人 給熟識人跟陌生人問安請 請安問候 所以介濟窮人這一點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伊斯蘭教裡面 就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有這樣的教會 那這個其實在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這樣 好 他說穆瑟說 三件事情是正心的章本 一 承認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我們就不應該為他犯一些罪過 傷害他 斷他為叛教 驅逐他的政教之外 第二 自我奉命稱聖 直到世界戰鬥都是必要的措施 如果你是聖戰士 你當然要相信這樣的話 那時騙子手出世 強權者霸道跟賢民的人士公道 都公不拜他 而伊斯蘭民族的最後一個人把他殲滅 三要信仰前帝 這個第二句話 看你要怎麼去解釋他 殺到最後一個人嗎 最後一個人 這在中國古代有個說 楚雖三戶 王情必楚 就是殺到我們楚國人 只剩下三家人 我們最後還是要把你秦朝給滅 這當然只是一個誓言 表達你的一個態度 不表達那是歷史的真實的狀況 這有點類似 好 阿伯多拉本《買斯武德傳》 這不是傳 傳述 他說 我曾經問聖人 什麼功課是為真主喜悅的 說按十禮拜嗎 第一個 然後是什麼呢 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 我不斷地說過 這不是中國人才有的美德 也不是中華文化裡面的獨特的 幾乎是所有宗教裡面都這樣強調 包括蘇格拉底 我們常常講很多事情說 蘇格拉底是例外 蘇格拉底沒例外 我花很長時間 告訴你 蘇格拉底怎麼勸他兒子 對吧 然後又是什麼 為真主之道出戰 那這句話 那這句話 就看你要去怎麼解釋它 為真主之道出戰 那現在叫 吉哈爾 吉哈爾當然就翻證 聖戰 聖戰 我在網路上看 有人說有比較寬廣的意思 那有人就說 那就是打仗啊 殺死不信你的人啊 那就比較狹窄的意思 台灣的伊斯蘭教徒 基本上是最溫和的伊斯蘭教徒 從來沒有過任何 在什麼911之後什麼之後 別的地方都可能有一些 擺炸彈啊什麼什麼 他們的伊斯蘭教徒 都會要做這樣的事情 伊斯蘭有一個意思 就是順從的意思 有一個意思是和平的意思 也有別的意思 在講義裡面有 好 那什麼叫罪惡 他說 你們誰看見罪惡 就應該用手去改革他 如果不能夠叫喉舌去勸阻他 如果再不能夠 就要用心去憎恨他 心的憎恨是 便是頂懦弱的信仰 所以他們對罪惡怎麼辦 不是容忍罪惡 你要改革他 好 你們不要犯七種不義者的罪 死者是什麼呢 就是為真主舉辦 太寂寞了一個人 我替他討個太太吧 絕對不能這樣 好 不要舉辦 不要行妖術 也不要殺戮無辜者 所以你如果從聖殿來看 他就不能殺戮無辜者 放高利貸 吞食孤兒財產 避免戰爭 霧面清廉 真傑的穆斯林婦女 這些都是不能做的事情 然後邁武德說 依真主見什麼罪為最大之罪 聖人說 你為造化你的真主舉辦批誘 給他娶太太 他說 這當然是最大罪 然後就厭惡撫養而殺死你的孩子 這是第二大罪 這是第二大罪 我又問然後呢 然後說 你同鄰居的妻子通姦 好 惡魔觀 那他說 惡魔來蛊惑你們 這個來字答錯了 你們一個人說 這是誰造的啊 那是誰造的啊 他說真主是誰造的啊 如果扯到這裡 你們就當然請求真主護佑 抵禦他的放肆 所以有這樣的人是惡魔 所以你從這裡來看 有些人在生活中 講一些亂七八糟的話 那大概就等同於惡魔 亂放消息的人 在我們的民主社會 亂放消息是他的自由 你可以告他 但是那是他的自由 所以讓人很不解 好 惡魔來引誘你說 這個來字答錯了 是誰造的天 設的地啊 然後你們就說安啊 然後發現 誰發現惡魔這個陰謀 就當說 我確信真主 我確信聖利 就意思是說 有人要讓你離開你的信仰 另外這也說 誘惑是鍛鍊信德跟忠誠的 就常有人誘惑你離開那個教 有一個惡魔 名字叫做 臥裡漢 專門破壞小鏡 所以當防止這個惡魔 這大概是指 男人碰到自己 上廁所的時候 化自己生之氣 忽然間性慾大起 那這是一個惡魔 搞得鬼 叫做 沃里漢 好 阿伯頓拉說 穆罕聖本來是忠實可靠的人 他給我們講了這段聖訓 說每個人的原職 這裡面講生命怎麼來的 凝結在父母的肚裡 四十日是一團精 再四十日變成血塊 再四十日變成肉團 這當然不符合現在的醫學知識 我不敢說 然後天使奉命給他 輸入生命 給他慾君寺 他給他受獻 集養 工作 博命和幸福 以為淤淤的真主蒙世 你們誰畢生幹樂園的善功 以止他和樂園相立 就一池園 這時候命運輸 戰勝了他 命運輸 他干了樂園人的善功 那又畢竟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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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樂園的火園 是對照的 就是天堂跟地獄 我們一般的說法 而信使時候 永存不久的善功 就傳授知識 彩陽文化 留下優秀的子孫 那又畢竟樂園 遺下利人的著作 建造禮拜四 修集旅客的宿舍 郡通河流 藏裕書柴 誰能活著作為工 就死後流芳 擺在經久不替 這也是幾乎 不是伊斯蘭教也一樣的 相信這樣的功德 好 另外呢 他說 這個 我就覺得 男人的精益 重而白 女人的精益 是青而黃紅 通常不叫女人的精益 男女的精益 誰先射出 將而的孩子就像誰 這是伊斯蘭教裡面 說穆罕默德書的 各位 大家還不到這個階段 但是你的親戚裡面 有比你們長的 可能碰到結婚的時候 要生小孩了 現在當然有科學 可以減移性別 以前沒有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說 哎呀 你懷孕的時候 喜不喜歡吃什麼 喜歡吃肉呢 就會吃男的 喜歡吃菜呢 就生女的 肚子尖的呢 就生兒子 肚子是圓的 就生女兒 還有更早的時候說 屁股大的能生 屁股不大的就不能生 所以等等等等的一些 民間的這種知識 這個也是在沒有科學知識之前 這個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沒有科學知識之前 好 另外說 說女人的精益先於男人的人 射出 孩子就向他救父 因為是母系那邊的 男人精益先於女人而射出 那麼孩子就想去博屬 這也是男方女方的這個 都是男的都講男的 這裡面也是一個 說夫妻交構的時候 男人精益生過女人 借真主的允許 將來必生男孩 女人精益生過男人 借真主的允許 將來必生男孩 女人精益生過男人 借真主的允許 將來必生女孩 在羅馬時代有一本書 叫做《物性論》 《事物的物》 《物性論》 叫魯克烈修斯所寫的 我在愛情社會學裡面 有一張提到 它也有類似精益 怎麼樣交錯 怎麼樣能來會生男生女的 類似的傳說 這種說法呢 我在現在的宗教經典裡面 大家只看到這個 所以列出來 不是告訴你 這是科學知識 不是,這是宗教知識 佛教有一本經典 叫做《佛說父母恩重南報經》 它也對於懷孕的過程 怎麼樣怎麼樣發生 都有一些宗教的描述 佛不佛現在的科學 我不是學這個 我真不知道 但是儒教就沒有講到這個 懷孕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我們對生命的了解 到底要什麼層次 他們就從這個層次開始 好,這裡這個人說 聽到牧生說 婦女啊,你們要多多施善 要常常求主饒恕 因為看到火獄裡面 你們婦女佔多數 很多宗教 基本上對女性 都是抱著歧視的態度 為什麼火獄裡面 女人佔多數 為了真主的使者 為什麼火獄裡面 都是我們婦女啊 問得非常好 莫生說 因為你們肯咒罵人 辜負丈夫 在我看來 萬物置靈的人類 再也沒有比你們婦女們 在理智跟宗教方面損失更大 這個真的不太具有鼓勵性 應該有人是這樣 那是這樣的 就跟性別無關 是這樣的人都該下地獄 而不是說女人該下地獄 就算女人大部分人是這樣 你也應該 那不是這樣的人也不會下地獄啊 不是應該這樣講嗎 好 她說因為你們咒罵人 然後那個女人問到 何以見得我們理智中的見圈呢 這真是一個很願意討論問題的女人 因為你們有月經 所以對於這件事情 在很多宗教上 對於婦女其實歧視的情況 還蠻常見 所以現在應該會有所改進 因為時代的問題 但這是一本書裡面講的 好 這邊有一段很長的註解 說明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社會 婦女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好 這是有解釋的 你可以去看 那個 各位的作業我全部改完了 今天忘了帶來了 其中有一個同學去訪問 在孔廟訪問一個婦女 他又覺得孔子對女人很歧視 所以他很討厭孔子 而且孔子不收女弟子 我說孔子是沒有女弟子 不是不收女弟子 當時有誰來跟孔子求學 那個時代呢 這是時代問題 你要硬要這樣子強調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恨什麼 你說這個有這樣的話 你不相信也可以 孔子並沒有這樣的話 就女子小人來要有那句 我也講 她說禁之則不願之則願 所以你要跟女子和小人 要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沒有說他們就該死 所以很多人就論語那麼多篇 五百個篇左右 你就抓這句話 你就討厭論語 我覺得真的是 哎呀 你要自覺於日月 關於日月什麼事 好 這個俄企舍叫Aisha 這不同的翻譯 差很遠 有的翻譯Aisha 這翻譯叫俄企舍 說穆聖跟婦女戒弟曰 望他們恪守這段天經 你們不以物配主 就不要崇拜那個物的神 不要崇拜偶像 穆聖除過跟她有夫妻關係 女性之外 她的手沒有觸碰過任何女性的手 表示她是在這方面很守真的 說穆聖懷抱著侯塞尼的時候 突然她溺在穆聖的身上 溺就尿了 穆聖說給妳換一件衣服 把妳的褲子給我 我把它洗一下 穆聖說女孩子尿必須洗 男孩子尿脫一下就行了 不都是尿嗎 那如果尿男的脫一下 那為什麼女的就必須洗呢 這個事情對我來講 我有時候看到這種東西 就覺得 到底是什麼呢 另外呢 他說男人不要看男人的修體 女人不要看女人的修體 然後男人不要跟男人赤身睡在一個大被子裡 女人也不要赤身睡在一個大被子裡 那這個當然妳如果要很搞怪的話 說那我男人就看女人的修體啊 然後呢 男人不要跟男人睡 那我就跟女人睡在同一個被子裡 當然這意思不應該這樣推論 這是我們有點詭辯了 那意思說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了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了 當然有人會從這裡看出 這就是反對同性戀的意思 所以 你知道 有時候經典的問題 不在於經典本身 而在於你怎麼去詮釋它 尤其像這樣的話 能詮釋空間非常的大 那宗教有宗教解釋 所以你看 宗教不同派遣人 可能就說 表示這個 反對同性戀 你說沒有啊 他是反對 不要看修體啊 沒有說同性戀 然後不要睡在一個大被子裡啊 那你就不要赤身的 那穿著衣服能睡嗎 那就開始有很多可以解釋的空間 好 這也是性別觀 只要有一種婦女把自己衣服脫放在別人房間裡 那麼已經摧毀了她與真主所遞結 守廉恥的樂言 所以這個守得多緊啊 你只是把衣服脫在人家的房間 又沒幹什麼事情 好像就幹了什麼事情 有人說 這也許他幹了什麼事情不好直說啊 那不然為什麼他把衣服 在那時代把衣服脫在別人房間裡 那他們一定幹了什麼不可見人的事情 有人會從這種方式來解釋 這個鐵呢 是指幾大聖訓中間的一個聖訓 所以他從那個聖訓記載來了 好 所以有一天晚上 木聖地醒來之後 字節真主 夜裡有何災難下降 埃拉就從寶庫中降了什麼 是誰去喚醒房主 須知今世著奇裝異服的婦女 在後世當會一絲不掛 這也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什麼樣叫奇裝服 所以如果一個比較保守的政權 就可以把這事情解釋成非常方便 說女人只能穿某種衣服 免得你一絲不掛 甚至可以說我這一切都是為你好 我上很多課 雖然我不是性別社會學 我上很多課都會讓你注意到性別的問題 好 所以如果不吉祥之物 就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馬 一個是女人 一個是庭院 這是瘋馬牛不相騎 這三件事 馬 為什麼是不吉祥之物呢 阿拉伯人不都騎馬嗎 阿拉伯馬又是出名的帥 女人 庭院 這位有注釋 所以伊斯蘭教之間阿拉伯人是三件事 不祥之物 針對他們情況而講的典故 真的我還是不了解 為什麼 這什麼典故 馬曾經怎麼樣讓他不祥了 女人曾經怎麼樣讓他不祥了 而且這什麼樣的庭院 曾經讓他不祥 應該有解釋會比較好嗎 當事人可能知道 因為他們可能碰了幾件事情 剛好都跟這個馬 庭院跟女人三件事情是有關的 但因為你沒講 所以那個本來針對一件事情的一個說法 很可能就被擴充到一切 然後你可能就不喜歡馬 不喜歡女人 不喜歡庭院 躺著就中槍 對吧 如果你不喜歡台大老師 那我不是也躺著也中槍嗎 那我剛好就是台大老師 你不是可不喜歡科大老師 那就不知道了吧 好 在發生劍邁勒勒事件的時日裡 我現在不太記得劍邁勒事件 站在埃薩克湯那一塊方面 快臨近我作戰的時候 從真主子的恩典 得益於從施政內聽到一句話 而始終未參加他們的政議 當伊朗人 這個伊朗是當時的伊朗 讓克斯拉的女兒 作為他們國王的消息 傳到聖元那裡說 讓女人統治自己是 讓女人統治自己的人 是不會成功的 那現在各國都有女性的領袖 那伊斯蘭教 顯然如果有人要反對 讓女人當作統治者 可能就要拿這條出來 所以聖元說過 讓女人統治自己的人 是不會成功的 如果是這樣 這裡因為耶穌穆罕默德說的 所以有時候你要講什麼話 或做什麼事情 拿這樣的話恰不恰當 恰不恰當 我個人認為是不恰當的了 對男人來說 女人並非是恰當 你看這句話又轉回來了 那一樣啊 我覺得這裡面常常的問題 就是這古代經典的 共通的問題 就常常沒有脈絡 你不知道他在什麼脈絡講的話 通常在這個脈絡 會針對某一個特殊的事件 然後那個特殊的事件 就是他的評論的來源 這個特殊事件 並沒有要放出四海而接準 就是說 你拿這個例子 其他所有類似的例子都一樣 我覺得有時候沒有這樣 好 這個人說 牧師說 女人如同彎曲的樂骨 你若想矯正它 你就會弄斷它 你若想用其天生的彎曲 則會得益於它 那這句話具體有什麼意思呢 這邊說 你不要像毆打奴隸那樣毆打妻子 聽起來又是不要家庭暴力 然後續之在歐塔當天的夜裡 因為你又會同他睡在同一個被窩裡 那什麼意思呢 所以你既然害他就不要打他嗎 還說你打了他 你晚上在同一個被窩裡面 你也幹不了什麼事了 什麼意思呢 所以像這個我相信 我相信 伊斯蘭教人都有一個解釋 而且如果我要從正向解釋 我也可以解釋 不要打他 然後只是 不要打他是重點 那只是這個理由告訴你 最後還是要跟他睡覺啊 他還是你孩子的媽 你打他幹什麼呢 也可以從他非常非常正向的立場 來勸服 不要毆打妻子 好 理由奇怪了 我這裡說了 可能對當時的人覺得不奇怪 聖人詛咒 模仿女人的男人 跟模仿男人的女人 那就不能表演了 伊斯蘭教人不太強調藝術表演 他們的最大的藝術就是 伊斯蘭書法 所以你看這個很多書 都有伊斯蘭書法在裡面 哎呀 剛好都沒有 真尷尬 講完了 其他書有 伊斯蘭書法 那個清真寺 就是清真寺那家清真寺 有幾天教伊斯蘭書法 好 瑪麗克的兒子說 講講家人 你們每一個人愛我 甚於愛自己的父親 不是這樣靈才 我還沒信 這剛剛已經出現過這句話 我剛剛也說過跟耶穌超 他裡面當中 無論是誰對我之愛 沒有對過對生生父母自己 女兒跟一切人最愛的時候 你就不是真不明 你要愛我超過一切 然後這個新約 馬太福音有類似的話 這剛剛其實已經說過了 然後有人會說 誰是我最應當尊敬的人 尊世的人 他說你的母親 然後呢 你的母親 然後呢 你的母親 都講三遍 對不對 然後是誰呢 還是 最後才是你的父親 所以第四個答案 並不是一樣 好 那這個人說 有人那一間聖人 說他想參加聖戰 還有吉哈 聖人問他有沒有父母 他說有雙親 又說 倘若是這樣 你應該很好適合雙親 就家有父母在 不遠游 游必有方 或者不打仗 應該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就合情合理 我完全可以接受這樣的事情 因為你父母親還在 你有奉養他的責任 雖然說 人遜責自己的父母是大罪 那有人問 實者啊 人是怎麼樣遜責自己父母的呢 他說他遜責別人的父母 別人詛咒他的父母 所以這是一個地儀的關係 你不要罵人家的爸媽 罵人家的爸媽 連你也罵回來就罵到你爸媽 這是一個不好的連說反應 或者惡性循環 可是真的很不幸的 很多語言的罵人的話 都跟對方父母有關 我看過一本書 講罵人的書 就說好像日本人的罵人 是少數跟對方爸媽沒關係的 你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將來在你學語言的時候 那接著要講夫妻關係 說城裡人不能帶受牧人所帶來的貨物 不要為招來顧客而假裝抬高貨物的價格 人不能破壞教包所經營的生意而提高價格 這個兒子打錯了 不可以開口討取葉以同教包訂婚之女 人家已經訂婚不能去搶 女子不可謂嫁人還拆毀自己姐妹的事 不可謂要求丈夫休妻 因為他們可以後來娶四個 不能說你娶了我 你就要把其他太太給休了 不能這樣 有夫妻關係對女性的要求 然後說我們與聖人在一起的時候 說有婚娶能力的就應當結婚 因為結婚可以使其眼的性器官免於犯禁 這個也是奧斯丁這個人或者奧斯丁這個人 在基督宗教裡面也強調 結婚就是讓你的信心為導正 導向一個正軌 不會犯禁 如果你沒有結婚 你可能就會強暴別人 但這個在後來的人裡面 你覺得需要這樣講嗎 有人不結婚也不會犯禁 那有人結婚了一樣 結婚以後還是有這個叫做夫妻強暴 特別夫強暴妻 如果丈夫天天要求 然後太太覺得應付不了 覺得不想要性行為 難道你就得順從她嗎 那有人就是說 太太不跟他從事性行為 那他就用家暴這樣可以嗎 我們現在當然認為是不可以 但是這裡面說 結婚會是眼跟性器官免於犯禁 這通常是在男人的立場來說 沒有結婚能力的應該封詹 因為封詹會斷其性慮 所以也有很多人用這種類似的方式 所以男生特別是男生 你心裡小孩怎麼辦 啊去路運動場跑三圈 那跑完了以後呢 還有呢啊去洗冷水澡 洗完冷水澡 萬一還有呢 你年輕你可能那個是內分泌那個 啊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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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人有類似建議 但都不是 然後夫妻關也有說 娶妻的時候要注意女人的錢財 蛤 這是不是反過來嗎 我們現在還注意她的名聲 美貌跟教育 你們當娶有教門的名字 就是姓伊斯蘭的 真主從品德上會讓你致富 所以娶妻跟致富有關聯 這也是蠻特別的一個觀念 我們在前面同樣沒有學到這樣的事情 通常是說 哎呀 嫁一個有錢的男人 或嫁一個有穩定職業的男人 這邊是這樣說的 好 另外這邊說 婚約聘禮的條件 為被娶的女者正當權益 徹底間約最重要 所以說了就要做到 還要說 為婚姑娘同意不能娶她 這是現在的也是這樣 為婚寡婦同意也不能娶她 不能強迫她 這個有現在的意義在裡面 姑娘同意有何表示呢 她說姑娘低頭默認 低頭靜默就是表示同意 這個也是現在很多人認為 你沒說不就是要 在我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時候 常常騷擾別人的 就這樣借口 她沒說不要啊 所以只能跟她說 那你聽到她說要了嗎 沒有 那就對了嘛 你為什麼你要侵害她 你就找借口說她沒說不要 她也沒說要啊 這個時候通常就讓她 啞口無言 但是很多人真的 你沒說要就是不要 你沒說不要就是要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使用這二分法來 就表示默認 這有時候很可怕 有時候只是生氣啊 這樣不投票的人 難道是贊成你的人嗎 沒有啊 我們在民主制度看誰投的票 所以你不投票 什麼意思他就不管你了 你可能抗議這些候選人 都是爛貨 所以我不投票 但是那個得票最多的人 畢竟當選 他只要得兩個票他也當選 如果他最多票 所以民主制度就是 你一定要去投票 你不投票到時候 你沒話說嘴 這是一個我覺得也不是太好的事情 好 說他低頭默認 如果為征得姑娘同意 或者被娶者 不願意婚嫁的時候 有人使用伎倆 稅合兩人 謊證姑娘願意同意成婚 就騙了 如果伊斯蘭法官 要按他們作證 而認定姑娘出嫁 難幫明知假正的同行 那是不可非 也是合法的會議 所以這裡面也很奇怪 明明是假的 但是沒有人說 那還是合法的 好 另外呢 說信德最完美的信 就是性格最和善 然後最優秀的信 是對妻事最體貼的人 這裡是夫妻關係 然後這個也是阿依莎 叫俄起社 木聖說他的一個妻事 和他的一個妻事接了吻 然後就去禮拜 沒有做小禁 歐爾沃就對俄是說 那位聖妻不是別的正是你吧 而是聽了就笑 因為他是他最年輕的太太 跟他關係很好 這阿依莎 好 他說我洗木聖衣服上的精液 你看講得好白啊 然後呢 洗霸還沒有乾 他便穿上去禮拜 又說 我只把木聖衣服上的精液乾搓了一下 我見他穿上那件衣服 就去洗禮拜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來聽說 蛤 不過沙漠裡面的水很珍貴 所以可能也不要浪費太多水啦 反正也不是壞事 好 一個人來問木聖 夫妻性交 而沒有社經 他倆應該做大禁嗎 你看 這問題問得實在太直白了 你能想像人家問耶穌這種事嗎 我都不能想像孔子被問這種事 蘇格拉底可能可以 佛陀問這種事 很難想像 好 奧伊瑟那裡 這個禮呢 就常常錯的 這個繁體之轉 簡體之轉繁體之 也常常有些奇怪的錯誤 繁體轉簡體大概不會錯 簡體轉繁體常常有錯字 木聖說 我就和他那樣做過 後來我們都做了大禁 意思說 是要做大禁 全身要洗乾淨 好 陽物已經因物就當大禁 我跟木聖這樣玩過 這時候講完 反正有點怪異 我們台灣不會這樣 反正 後來都做了大禁 意思說 你性交以後要洗乾淨 在以前 可能會有傳染疾病或什麼的時候 這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性交狀態從洗手開始 用右手往左手上倒水 再洗兩遍 再拿水使手指伸入頭髮根 一直 一直應該是 他認為做完美的時候 再往頭上捧山捧水 再把水流到周身 最後洗兩腳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動作 從哪裡到哪裡都已經告訴你 這非常 現在的話 這可能是一種身體的記憶 Technology of Self 這有一個法國的人類學家這麼說 聖木聖在夜之內 跟他幾個妻子都相聚 那時候他有九個妻子 他只用一個大禁 所以表示這是OK的 學他的話 那七個只要同一天晚上 那你只要做一次就好 再哪一次 沒說 理論上應該是最後一次 因為好像做完了 一天木聖跟他的一些妻子都性交了 他在這個跟前洗大禁 再到那個跟前洗大禁 還是說主的使者怎麼不做一次大禁 他說這樣是最捷徑的 所以這裡說做一次 這裡就做好多次 那是兩次不同的經驗 所以不可 兩個經驗或兩個傳述 基本上有衝突 那可能是不同的脈絡之下 好 說我和牧聖都懷大禁的時候 就用一個水器做大禁 我正在月經的時候 他叫我穿上褲子 他和我玩樂 這個翻譯也是有點 大家覺得 牧聖正靜坐的時候 我的月經來朝 他探出頭來 我給他洗頭 然後說聖妻們的月經時 牧聖觸摸他們的上身 然後說我月經的時候 牧聖跟我一塊兒睡 我看他中間有一件衣服隔著 這個劍 然後說我正當月經望聖的時候 夜間我和牧聖在一起睡覺 睡上染人月經的烏會 他只洗染會的地方 不洗別處 之後他用睡衣去禮拜 所以這對於性行為的 那麼詳細的描述 那其他他說 丈夫叫妻子上床 如不答應 丈夫因而生氣而躺下 那麼天仙 會把那個女人 詛咒到天明 如果這個意思 像字面上一樣 那表示 丈夫要你做完 你就得做 你不做的話 會被詛咒 好像女性沒有一個 自己身體的自主性 好 那這個以色列人 若不吃豬 不吃儲存的肉 肉是不會腐爛的 如若海娃不哄騙人主阿丹 應該是夏娃 這就是夏娃跟 那麼妻子 就永遠不會哄騙自己丈夫 所以妻子哄騙自己丈夫 是從第一個妻子開始 從夏娃開始 好 另外說 女人在丈夫身邊的時候 未得其許可不得風災 所以你還要經過丈夫的許可 未經丈夫許可不得讓她 進入丈夫的居室 未經丈夫許可 從其財務中實行惜者施捨 其回事的一半屬於丈夫 所以在這裡面可以看到 丈夫對妻子的很多的權利 沒有看到相對的東西 所以女人同女人 切勿同睡一個被窩 這以前剛前面有講過 如睡同一個被窩 女人就會向丈夫描述 第二個女人的姿態 恰如其丈夫當面看的女人一樣 這好像說 如果引起丈夫的性慾還是什麼 還是興趣 而如果你在夜裡回到麥地那 在你的妻子把陰毛剃完 頭未梳好之前 不要走近她 她說聖人是這樣 你應求四子 所以這也是你看 要剃陰毛 頭要梳好 誰若長期離家 返回時 夜裡不要進到家室 所以她怕達爾人睡覺 這應該這樣 然後對於阿依莎 或者是俄起社 雖然要外出旅行 都會在氣室中心抽籤 看誰帶著她 帶誰去旅行 她說參加這個時候 他們抽籤 阿依莎抽中了 就一起出發了 這時候心蓋頭 蓋頭 她就蓋頭 蓋過的是陀教 就起程出發了 總結真的這故事呢 不算太長 就有一段時間呢 發現她沒跟上來 第二天才跟另外一個人 跟上來 就開始有人傳說 她在前一天晚上 跟那個人幹什麼 見不得人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 就誣陷了她 見到我們後 毀民傷愈的者 開始製造毀謗 然後毀謗者的頭子 就是這個人 就開始毀謗她 回到麥蒂娜 又病了 躺了一個月 那這跟流言蜚語更多 然後這一段 她說 你有沒有聽到 流言蜚語 她說 有啊 病上家病 回到父母家 那父母親也問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事啊 你要保重啊 丈夫從來的妻子 有妒忌之父 她會講這樣的話 別人會講你閒話 她說 真主智傑啊 我對這些話感到驚奇 人們確實說了閒話 然後那天晚上 哭到天亮 然後這件事情呢 木聖就來說 跟我斷絕關係 她就徵求他們意見 木聖也覺得 是不是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事 我跟她斷絕關係 你們覺得怎樣 結果後來 她說 施者阿里的妻子 是真潔的 是這個人說的 說 指真主發誓 我們認為她是豪羊 她不會做這樣 教的事 所以這個阿里本 艾比塔里輔 就是說 在討妻子上 真主沒有虧待你 說阿依莎之外 女人不是很多嗎 你問問阿依莎的用人 白莉拉 她會講實話 就把白莉拉叫來 說 你有沒有什麼可疑的行為嗎 她說 你是真主發現 阿依莎什麼可疑的行為 她說 沒有 簡單說 她說 後來 阿依莎聽到很多賢話 倘若你是真潔 真主會定義變白 倘若你有罪 趕快懺悔吧 然後 聽到這話 眼淚乾涸 眼睛一滴眼淚流不出來 請你回答 施者的話 她說 反正她意思說 沒有了 所以這段話 大概也是這樣意思 她希望 最後說 我僅僅希望施者在夢中 會夢見真主說 我是真潔 因為不然 你怎麼證明呢 她又不在現場 講了話半天 她相信 大家都謠言 那麼多 指真主發誓 當聖人沒有離開她 作為家人還會出去 啟事向她降臨 她的漢朱只躺 持之沿東 降下是躺真主般的漢朱 然後說 好吧 阿依莎你讚嘆個真主人 安娜替你遭雪 最後是靠著 安娜對她的降誓 她才對她誤會冰誓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 真的是一拳廢墟 白拳廢實 十個人都說你有 你大概說沒有也很困難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要仰王軍 要製造對對方不利 這也是這個民主制度的壞處 因為你要查證要告 有時候都太晚 然後但是你的名譽已經受損 這個在選舉裡面 常常有這樣的事情 說論清潔 愛好清潔 所以清真寺非常非常的乾淨 還做大禁跟小禁的問題 你說你這種病 只要小禁就好 好 大小便的規定跟前後翹 好 他說牧生每次大禁的時候 總是走得遠遠 不要讓人家看到 然後呢 牧生要出宮的時候 出宮就上大號 這個古代化 更沒有人能瞧見他的曠野 所以走到很遠的地方 你就看不到他 不過那個沙漠裡面 你要上大號有點困難 因為沒有什麼草叢啊 樹啊 這些什麼 所以牧生每到廁所去 必拖一下手張 這大概什麼是手張 手上的一個什麼東西 到廁所去要念 主啊我求你保佑 莫讓我遭受 卑鄙男女的燒海 可見那時候 可能有不好的習慣 說你們進茅廁的時候 在精靈眼睛的人類 羞體之間掩護 於是念以真主的尊名 上廁所來念這個 上廁所來念這個 我們都不太能想像 牧生大姐 這時候大姐就是大號 不提高衣服 而哀盡地面 上廁所 我們都不太能想像 洞聞 男生實在很無聊 尤其男生會做出很多奇怪的事情 而牧生在小便一個人經過 跟他道安,他沒有回答他 這也是有時候在上廁所 男同學會跟老師打招 老師好,需要打招呼啊 正在做那事 還好老師沒有其他的疾病 不然的話,在那站半天遠 你要不出來就麻煩 你們最近廁所大便的時候 不要朝向天王,不要背向天王 你們朝中朝西可以自便 就不要朝向方向 所以你上廁所還得選方向啊 記住啊,不要朝向方向 你們小便的時候,不要用右手拿生殖器 不要用右手洗澡 不要吹氣 聽說印度人也有一個規定 因為印度人一手要抓飯吃 一手是你要處理比較骯髒的事情 認為骯髒的事情 所以這個跟伊斯蘭教有一些異舉同工之妙 如果你光是用手 所以他不要用右手 是因為以右手為尊 我上次說過 我在有個地方看到說 穆罕默德穿鞋先穿右腳 所以大家要跟著他穿右腳 那左撇子或習慣 他們有人認為 穆罕默德做的事情 其實無傷大雅 你不跟他做也沒有關係 但有些比較保守的人 就覺得穆罕默德怎麼做 我們就得跟著怎麼做 這樣才對 所以他們自己內部 也有一些不同派別的做法 所以你要防備兩種可詛咒的事件 什麼呢 主的使者 就是大便在人行道上 跟大眾洩涼的地方 這是沒有道德的事情 可見他還要教 就表示有人是那麼沒有道德 因為有時候在沙漠裡面 那個地方比較陰涼 那你想陰涼我大便也陰涼 那沒想到你走了後面有人來了 你又不是狗 狗有時候小便是沒辦法 他一定得在柱子下面 有一個人說 你們避開三種人遭惡 大便在水道路中跟蹭涼處 這是一樣 要規定到這個地步 我還是對讚嘆不宜 可是他們有人說 因為伊斯蘭教徒在以前真的沒有什麼知識 你必須講到那麼細 國中的時候台灣提倡 國民生活須知 就是告訴你不要走路吃東西 不要走路勾肩搭背 不要走路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還放電影 所以可見我們當時的 國中時期的台灣的文明程度也是不高的 也是不高的 所以需要那種國中生去學 告訴你不要這樣做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不要一邊走路一邊吃東西 因為那時候人都很窮 誰有錢買東西吃啊 就去臨時國中生 國中的時候食量又很大 我就不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有任何人在下課到福利社買東西吃 沒錢啊 你怎麼會買東西 還要邊走邊吃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在鄉下唸書 我覺得這可能是都市人 比較有錢 那現在日本的那個 有些地方 要求觀光客不要邊走邊吃 可是你是觀光客 可是你是觀光客 邊走邊吃不是很像在觀光嗎 所以很尷尬 我這個作為 有時候真的很餓 他希望你站在一個地方 或坐在一個地方吃 不要邊走邊吃 我覺得我當然很少機會了 邊走邊吃我機會很少 但嘴巴喊的東西走路 那當然有 好 誰站在女人的四肢之間跟他交夠 雖無射精也當大禁 然後呢 陰禁跟陰戶相互摩擦也當大禁 然後這裡說 穆斯林的判決按照夫婦性交 射精後才洗大禁 否則不洗 這是伊斯蘭教初期 牧生給大家寬大方便的方法 後來就改了 說夫婦性交沒有射精也得大禁 所以伊斯蘭教對這個也想了很多 說主的使者啊 真主不扯效真理 一旦婦女夜夢宜精的時候也應該大禁嗎 說是的 婦女看見精益就應該大禁 主的使者啊 女人也會夢裡宜精嗎 牧生說你的經驗太貧乏了 女人沒有精益 兒女怎麼跟母親的形貌相似 但是我們現在不認為女人有精益啊 所以這是當時的想法 有人請教牧生 一個男人醒後 只見精益的失機 而記不起夢宜 那麼男人該做大禁嗎 聖牧生說 需要大禁 那一個男人只記得夢宜 就沒有看到精益 那要做嗎 他說他不需要做 所以以有沒有為主 不是以夢做夢為主 那溫母素賴牧說 女人醒後看見精益的失機 也當做大禁嗎 說對啊 男人女人一律平等 是講這件事情 不是講法律上的事情 好了 其他我就不要念了 因為你大概 You get the picture 你大概知道可以舉一百三 就對於這種小禁啊 大禁啊 這種規定啊 非常多 還有月經的女人的相處啊 這個別的都沒有講到 很多呢甚至認為男性很怕女性的月經 所以就覺得女人在那時候不可觸碰啊 什麼之類 你看隨和月經的女人性交 或者女人的後竅性交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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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鋼膠啦 我們現在叫做啊 那俗話也什麼 厚亭花啦 什麼之類 或者性無助的話 誰已經隱匯的 隱媚的降給莫茫德烈里 就是你已經違反了 不能做這種事啊 啊 繪畫有生命之物跟無生命之物 他們不太贊成繪畫 不太贊成音樂啊 說 艾布巴斯 我有繪畫記憶 我想以繪畫為生啊 一本艾布巴斯就對他說 給你講講我從使者那裡聽到的畫吧 我曾經聽到使者說 若畫有生命之相 真主會讓你為畫像注入生命以示成八 你畫了他就變成真的嚇死你 畫家絕對給他注入不了生命 注入不了生命啊 那人聽完之後聽得發抖 顏色辣黃 一本艾布巴斯對他說 你若無其他生計 仍想操持記憶 可畫樹木之類沒有生命的東西 所以不要畫有生命的東西 說復生之日就復活之後 在真主面前遭受獵刑者 當為壞畫有生命之物的人 所以你畫生命之物 將來是會被審判的 雖然如見到家裡 會有生物像的任何東西都要毀掉 不能畫有生命的東西 簡單講是這樣啦 好 算瓜跟自殺都是反對的 人們曾經就算卦尋過聖人 當然他不像中國人的卦 算卦者花不可信 說師者他們有時候對我們講的正是那樣的 他們之所以說的對 是因為他們來自天仙那裡 竊聽了密語的魔鬼 他不是講機率啊 不是講什麼 魔鬼像他們朋友說了 算卦者說了這個故事 算卦者加上成百句假話 都是傳播 所以他認為算卦是魔鬼 跟魔鬼的一個交易 然後說跳野來自殺者 在火獄裡 永遠處於下墜之狀 浮毒自殺者 在火獄裡 手持致死的毒藥 永遠處於吞食毒藥之狀 以刀自殺者 在火獄裡 這個理字打錯了 手持利器 永遠處於自賜其父的狀 所以宗教基本上都反對自殺 除非你是殉道 所以這也是 因為生命呢 對於宗教來講 是神給予的 是上帝給予的 所以神給予的 只有神能拿回去 不能你自己拿回去 這是在基督宗教 跟在佛教在哪裡都一樣 佛教還有一本書 講自殺的真相 以前是在電話廳上面都有 就是告訴你自殺以後 你很可怕 你下地獄以後 所以這都是 就是盡量用這種方式鼓勵人 或者禁絕人自殺 或鼓勵人不要自殺 這樣講 誰若養狗 他每日三公回一次 即減少一成 因為農業跟牧業需要養狗 不在其內 所以現在養狗有那麼多 就是減少工業 我自己也養過狗 所以我現在的功力是不高的 無種有害的動物 在聖地要敲滅 一個是老鼠 我們可以講 蝎子 窯子 這應該是那個 鳥禽類 烏鴉跟瘋狗 最強調是瘋狗 有個女人不給貓吃食 也不讓牠吃地上小生物 捆而至死 因此進入火獄 所以你要善待你的貓 好像對貓的這個故事 就對狗要好很多 還為主道而戰 這是所謂的聖戰的問題 他說 誰重心能向真主祈求烈士 榮賢 真主必須給牠達到烈士的品味 中國大陸一直用這個味 我們中文在台灣就是用味道的味 那這個品味原來是官民 是一個社會階級的一個 我們通常講的 這個有沒有品味 大陸有時候用這個 我們台灣不用這個兩個字 哪怕他臥床而死 達到烈士 專心誠意地祈禱真主 願為主道而戰 真主必賞賜誰烈士的代價 所以這個 他為真主而死 是有可以進天堂的 在這個意義上 所以有些被西方稱為恐怖分子的人 對他來講 他是為真主之道而戰 盛戰優於賭城的朝擠 你可能不去賣家 但是你為主道而戰 好 說這個聖人詢問誰是最優秀者 所以生命以財產為安拉之道 出戰的人是最優 然後呢 進入一山谷 獨信正道 危害他人 當然這個為主道出戰 到底具體意義是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為主道出征者呢 真主生之其為主道出征 由於白日風災 晚上不睡而禮拜人 真主擔保其道出征者 殉道後立即日天國 或賜其恩典 平安的返回 或帶著戰利品 平安的返回 所以這個確實在 《古蘭經》裡面有對於這個 但這個是不是鼓勵你去 殺害無辜的人 跟這個為主之道出戰 其實應該有個落差的 所以這裡面這重點 就來解釋的問題 說烈士有五類 死於瘟疫者 肚痛致死者 水淹而死 強壓死者 為主道出征而死者 這都叫做烈士 所以你要斷章取義都很容易的 各個文化都是這樣 好那反對自由派 說自由派是伊斯蘭教民的敗火教徒 他們患病的時候 你們不要去慰問他們 他們死亡的時候 你們也不要參加他的病葬禮 然後說你們不可以跟自由派做談 不可以理睬他們 自由派具體而言就是什麼 不是現在的自由派的意思吧 所以伊斯蘭的民族裡面 自由派必被大地所陷逆 或變為獸行 或被飛沙走時即死 這都是詛咒人的 所以這是講到自由派 講到火域 就是地域了 你們一看我用紅色的 說火域像其揚祖樹 我真竹我自己吞吃了自己 於是安大運氣 夏天出氣一次 冬天出氣一次 總共兩次 這是我們經歷的夏季酷暑 跟冬季嚴寒 他認為有這樣的原因 跟地域吐火有關係 好 他說你們今世燒了柴油的溫度 只及地域火力七十分之一 所以地域都被描述非常炙熱 這可能跟地下年漿他們看到的火山有關係 那也說多少倍 這都不是現代科學知識了 好 這個是火域 那三種人要投進火域裡面 後時第一個被審判的人 就為主道殉道的烈士 天使會把他們帶出來 把他的恩惠寫給他們 讓他們認識得很清楚 然後問他說 你為什麼效命將場呢 他說我為你而戰鬥殺生成人 主說說謊了 因為你奮勇殺敵 目的是想得到英雄的榮譽 那麼你已經被人歌頌過了 這段聽起來又很像 不主張為主道殉道 特別是你其實為主道殉道 是你要得到英雄的榮譽 還真不是為主 所以這段你要怎麼解釋的問題 也是這樣 真主說罷就命天使把他的臉 衝地上 扯著頭進火域去了 真不是為他的主道 你是為了自己的英雄榮譽 第二種人呢 知相學惠仁不倦 送喜古蘭經的人 那蛤?這種人要投入火域? 天使把他帶出來 真主說你為什麼苦苦自學 我是為你教授而送喜古蘭經 主說你撒謊 所以重點都在於這些人撒謊 對於天主撒謊 因為你求學動機 只是博得學者的美名 送喜古蘭經也只是說 人家說你是獨經家 你並不是真的為了我 你是為你自己 你的目的完全達到 所以就被中到火域去了 所以我們當老式人 可能就在伊斯蘭的火域裡面 第三種人得到真主的鴻恩 而財富俱全的人 天使把他帶出來 然後他說 凡是你喜愛的道路 我都沒放過 通通要示善 真主說你撒謊 因為你出善的目的 是讓人換你為慈善家 人們卻也稱讚你 這就是一個叫做 跨大自己的慈善功能 好,真主說吧 就令天使照著他的臉 把他投到火域去了 那末日來裡 末日的征照是什麼 他說有一個人服裝潔白 頭髮霧黑 不顯一點旅行的痕跡 誰也不認識他 然後他跟木聖坐在一塊 把他雙膝靠攏 木聖的雙膝 那不就是做得很近嗎 然後把他兩手放到木聖的大腿上 說到說話 說需要把自己的手放在別人的大腿上嗎 這樣不太好喔 各位 那人問到 你告訴我什麼時候大限來臨 木聖說 被問的人 並不比問的人清楚 說你應該知道 給我問清楚啊 你看你 那你是天仙呢 那人說 你把世界末日征照告訴我吧 木聖說 好吧 悲切產生主人 光角裸體赤皮牧羊的人們 競賽著建築高樓大廈 這便是世界朽快的征照 這不我們剛剛也念過 好 那另外一個呢 說 聖人說 知識的衝淡 就沒有人太尊重知識 蒙昧無知的氾濫 酗酒 淫亂成風 女人增多 男人減少 以至於一個男人平均五十個女人 這就是末日的征照 這跟人口比例有一點關係 那也跟你的蒙昧酗酒這種有關係 所以伊斯蘭教是不允許賣酒的 如果你無知到說 哎呀 那邊人 藝人要是每天喝一瓶酒我就發了 那你就不知道你走進什麼世界 好 聖人說 知識衰落地震爭多 度日如年 奔爭頻繁 屠殺爭多 資產過剩之前 未到之前 末日是不會降臨 所以這末日都有征照 這是穆罕默德的原性思想的講義 這是穆罕默德的原性思想的 是穆罕默德的原性思想的 是穆罕默德的原性思想的 是穆罕默德的原性思想的